喂 妈 妈 你们吃饭了吗 吃了 你吃了吗 我也吃了呀 今天我想跟你商量个事 就是那个 关于丽红的 你小声点 你爸在厨房煮饭的 等下他听到了 又不高兴了 就是张丽红嘛 我在外地跟他相遇了 他现在条件也挺好的 自己也开公司了 然后这段时间他一直来阿姨家找我 求我跟他复合 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感觉他对我的话还是跟以前一样的 是个靠得住的男人 昨天我就答应他了 我给你们打电话 就是想把这个好消息给你们分享一下 女儿啊 我想复婚这件事 妈妈还是挺支持你的 毕竟你和张丽红又是一起长大的 当初你爸爸嫌他穷 不同意你们俩在一起 你也不要怪你爸爸 他也是为了你的幸福着想 妈 以前的话是我不懂事 现在这些我都知道的 还有 这几年你离家租走 一个女人带着孩子 本身就不容易 现在可可还小 也需要一个男人来称这个家 婚姻本来就很复杂 要是你经过生世熟虑了 觉得他和他还有感情的 你就按照你的想法去做 那妈妈也是吃你的 已经做父母的 希望自己的子女能过得幸福开心 才是最重要的 妈妈只希望你别再受苦 或受委屈了 不管你做啥决定 妈妈都在你身边的 我知道了 你谢谢妈 对了 你还能答应妈妈一件事吗 什么事啊 妈 你说 你看 你一走就七年了 你没来看过我们 我们也没见过可可长什么样子 你空了能不能带可可回来看看我和你爸 我们一直都很想你们 这一年也通不上几个电话 你爸身体毛病有多 你知道还能撑几年 我们都不想带着遗憾走 你这个事情 我等你爸心情好了 我给他好好说说 希望他能想通 妈 是女儿不孝 没有对你二老好好的敬想 我一定会带可可回来看你们的 我坚决不同意你们不分 他还加什么条件 你忘了吗 你嫁给他 你不知道是不少谱 你速度就算了 你还想对着女的下一代受谱吗 你看 我们隔壁山上 有好几户有些人家 都还没有这般 千年前 我不同意 都是为了你好 现在更死 说什么 我都不同意 说不定 我死了 爸 他现在条件确实好了 你要相信我 好 什么好 那就是你 为了跟他在一起 你一直来骗我 他能有什么出息 一辈子穷穿呀 你要是再责迷不悟 永远不会回来了 断绝我们处女关系 爸 爸 爸 叔叔阿姨 哥哥姐姐们 我到底是应该听父亲的 还是应该怎么选择呀 我我应该连被他 你把你也带在一起 你不然